请你复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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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看 这不 不好 你瞧 这就是票积大将军 听说高丽人听到他的名字 连板子都闪破了 是吗 他脸怪不 大军 众计好 姑娘 你没事吧 走 谢谢公子触手向救 要不是公子的话 我的这个包袱 就真的被他们抢了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吗 谢谢公子 谢谢 姑娘 你怎么样 又毒 又毒 小姐 姑娘 你好点没有 谢谢将军 我好多了 那就好 平婷 平婷 我不活了 我不活了 女儿呀 不是爹说你 人是你自个儿相中的 又不是爹逼你嫁过去的 眼下文定都瞎了 要是这么悔婚的话 别说大将军 那说不过去 就连皇上也不会答应 要我嫁给一个登图浪子 我宁愿去死 他不是登图浪子 我亲眼看见的 还会有错吗 你说吧 去不去给我退婚 哪个男的不风流吗 你 你就等着后悔吧 我 去 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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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开门哪 你不依我 我就死给你看 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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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那会出什么事吧 平婷 平婷 小姐 平婷 出事了 有衙门的人找我 老地方见面 云儿 云儿 娘娘 娘娘有何吩咐 本宫听说 长孙大人家的小姐 上吊死了 是啊 我也听说了 为了个不忠的男人 怎么会上吊死呢 这也太不像 她的性格了 娘娘怀疑 她是被杀的 要说被杀 会是谁下的手 不会是皇上吧 她平常 可是最心慈手软的了 要真是她 那就太可怕了 娘娘别多想了 如今长孙大人 跟马将军联姻的事情 已经告吹了 况且马将军因为伤心过度 离开了长安 娘娘应该开心才是 解决了吗 我怎么觉得 好像所有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娘娘多虑了 也许吧 虽然我想达到目的 但是不想见到太多心 人活着 多不容易 能多活一刻 是一刻 下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怎么了 娘娘 奴婢想请指出宫一趟 什么事 安顿一下雷和殿 所谓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虽然眼下没有任务交给他们 但谁又知道 后面有没有用得着他们的时候 这兵是需要养的 你去吧 谢娘娘 这云儿怎么还不来啊 云儿 金娘 你发飞鸽传书给我 到底出了什么事 出大事了 有两个自称是衙门的人 找到了我们家 掏出了我的话 眼下 我们两个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是啊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就算刀架的脖子上也不能说 你把我的话都当成耳旁疯了吗 反正这雀殿下除了我和你 没人能为这件事情作证了 对 就算他们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能找到你 我不会说的 你不是已经说了吗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话已经说出口了 难道你让我再收回去吗 金娘 你跟我是一起入宫的好姐妹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的人 可是这世上 很多事情是难两全的 保住了这个 就保不住那个 保住了那个 又保不住这个 所以 为了让秘密永远地成为秘密 我就不能 再留你了 住手 我们不就会有王命天眼 你居然不知安途吗 还要杀我们 不是杀我们 住手 天哪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 把这个女的给我杀了呢 是 笑什么 我看清楚了我的好姐妹 原来我的好姐妹 从来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从今天开始 我要让你每天担惊受怕 睡不着觉 别追了 怎么办 你们两个帮我盯着 明虫眼那帮人 不要让他们跟姐娘接触 我这边的麻烦 消息很快就会解决 是 看来王皇后不能再活了 我看来王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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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儿姐姐 我记得你进宫前 是在镖局长大的是吗 是 那你武功怎么样 雕虫小记不足挂齿 这宫里真是岁月催人老啊 你想不想出去 如果你想的话 你帮我办件事 事成之后 我会请求皇后娘娘 放你出宫 鱼儿姐姐您请说 这 我既然已经告诉你了 你就必须要做 如果不做会有什么后果 这宫里的老例子多了 你应该比我清楚 鱼儿姐姐请放心 事情我一定会办妥当的 好 那我等你好消息 我再下去看一下 你去外面看着 千万小心 嗯 好 放心吧 行 小心啊 阿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这么晚 我睡迷糊了 平时干活不见你卖力 睡觉你倒是挺出力的 馨儿呢 他 他洗澡呢 洗澡 大白天的洗什么澡啊 我一定有乎乖 我去看看 别 姑姑 对不住 刚才我身上洒了汤水 害主子看见湿的仪态 所以就去洗了个澡 借口还不少 进去站好 是 皇上有旨 明日在宫中设宴款待各国使臣 你们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千万别出什么纰漏 否则 格杀勿论 听明白了吗 是 干活去吧 怎么样 前面的路好走吗 遇到一些困难 恐怕一时间解决不了 怎么了 院子里有老鼠 老鼠啊 大惊小怪的 我想到了 去帮我抓几只老鼠 干嘛用啊 我有用 大人 查的结果怎么样 回大人的话 跟马将军见面的那个女的 其实是万花楼的一个妓女 释出之后已经死了 而且据他身边的人气少说 这个妓女已经很久没有接客 后来忽然来了个豪客 还留下了很多钱 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大人您看 空中的银子 看来老夫了得没错 这件事 这件事是有人在背后操纵 谁 想破坏我和马将军的关系 奴才还打听到 皇上这几天去了五皇后那里 去 找起所有的死事 千万跟老夫混进皇宫 杀五皇后 杀五妹娘 是 这件事是粉丝 还没说 这件事是本人的 门 最后 是 条路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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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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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父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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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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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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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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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